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在弹仔岛的AFC殿右侧有一片施工区域 当弹仔靠近后就会看到目告室牌上写着施工中 那么这片用黄色警戒线圈起来的施工区域 究竟在修建什么建筑物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当弹仔走进施工区域 随处可见建筑材料 如果你也进入过这片施工区域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 施工区域里面的材料 是可以搬起来拿起来搬走 或丢到黄色警戒线外的 弹仔把它拿到弹仔岛中玩耍 也是非常炫酷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弹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弹仔岛 AFC边右侧的施工区域 究竟在修建什么建筑物 今天我和学姐在大尔狗和库洛米 来弹仔岛的宣传CG中找到了答案 仔细看大尔狗和库洛米 从天降来到弹仔岛中 他们玩了一个娱乐设施 这个娱乐设施的名字叫海盗船 从CG中我们可以看到 海盗船它的位置 就在弹仔岛粉色建筑物商店的左侧 而我和学姐发现在我们弹仔岛粉色 建筑物商店商店的左侧 就是施工中 那么很显然 施工区域就是要修建一个海盗船 好让大尔狗和库洛米 来到弹仔岛的时候 可以快乐地玩耍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